最近有這麼多學生都要比亞 參加了委會這份叫 客廳的學員 這邊剛剛做 這邊有技術 有兩百零五的學員 今天也順利比亞 其中一位比亞生王磊瑤 他說他為國中比亞的參加這個計位 現在已經是飯店而已 薪水也比一半一半的 大學比亞生 價五六千塊 比亞馬 現在他們前一位學校 大家在社會 但是都已經有一份 穩定的工作 要等待他們 我就是禮拜三跟禮拜四 都是我固定去上課 都是從早上到晚上這樣子 然後其他四天的話 就是其他四天 是在公司上班 很多工作經驗 然後在壓力上面的話 可能比較容易 就可能需要比他們 還要容易去調適自己的心情 覺得說很辛苦 然後別人就可以都休假日什麼的 可是後來覺得 我比別人還進一步出社會這樣子 覺得精力也比較多 比起一般辦公辦桌的完工 企業主義因為說 參加職場和學校選過的完工 他們的穩定度比較高 我覺得那是有距離的 因為有四天是比較上學啦 他有穩定度然後他有一些計畫 就可以一直去思考 他願不願在這個公司裡面 繼續的做下去 在企業當中 這些學員到什麼時候都留任 當時也拿自己人生賺第一桶金 今年就開始 中企又開放五百元的名額 四十幾間的企業提供工作機會 要讓年輕的學子拿再來去比職場 確定自己的人生 接下來 全學報道